咱们这里边删除 我截了有图没有 对吧 为了删除 一个比较就是 比较正常做法 最好是有删除提示的 你不能他一点删除 你这边什么也没有 啪就给它删了 那万一人家不小心点错了 怎么办 对不对 很有可能 在手机上面操作 本来屏幕就比较小 点上面的修改 不小心点个删除 你也不问 直接用户就给人家删了 肯定不合适 对吧 所以这里边用的 一般 所以说一般在做删除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提示的 你确定要删除 什么什么用户吗 是还是否 对吧 这样做的话才比较合理 你不能直接 直接就把它给删了 我们这里边 这个删除提示都有什么呀 你确定要删除 这里边要有一个内容的提示 对不对 咱们要设 设的话是这样 我们 首先要构建一个删除提示的信息 Message 然后构建出来Message 因为这里边我们要动态 替换掉这个用户的名字嘛 对吧 这里边提示是什么什么用户嘛 对吧 动态替换掉 这是我们又要用字符了 用字符用的是删除的提示 我这里边呢 我就不直接敲了 我还是从哪边取 这里边这个删除呢 直接删除提示 我干脆是把这两个都给先弄了 我现在就把这一把都给先弄了 我现在就把这一把都给先弄了 有两个提示 我要去把这个文字也给它弄过来 Delete 文字在这 你确定要删除什么什么用户吗 干脆这几个一会儿就要用 我直接提前测试好了 然后这里边这个 然后这两个这个有了 然后这个overget 这个我要给它 这个是要替换的是 那是p name name 然后接着往下走 download title表 这个应该也是个存放的 这个删除提示 直接弄来 这个放到这 然后呢 这个有了 这是我们要封装一个 单图的点击视镜 这个显示一个警告框 先把下面的代码给改变 刚刚一个点击视镜 对吧 实现什么接口呢 实现的这是个警告框 还是delete的 对吧 对吧 实现这个接口里边要有方法 这个方法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里边其实这个 盘参数这项应该是就 不用啊 其实先前有这项 其实用刚才选中的那个 对象就可以了 是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对吧 其实内部多余了 那我们就把它给它改正去 然后在这里边呢 就直接调方法就可以了吧 这个删除呢 我们就又要多说一句了 这个删除你应该做什么删除啊 他说要删除你应该怎么删除 咱们先前不是说过 有物理删除逻辑删除吗 对吧 可不能真给他物理删除了 因为你这现在还没账 你前面你后边记了账 选了有这个人了 你啪啪数据又物理删除了 万一你做了什么仕途 或者什么之间的这个外界关联 什么又没做好 完了 你这时候整个崩溃了 打开就要报错 找这个信息又找不着 对不对 所以说在在这个系统里边啊 这个物理删除啊 除非你真确定他有个数据无关联 或者以后真没用了 一般才会做物理删除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物理删除少做 大部分都是给他做成逻辑删除的 知道吧 那么逻辑这个删除说白就是一个隐藏嘛 对吧 改正状态隐藏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数据库里边说白就是一个修改吧 把状态修改一下 咱先前预留了有修改字段 对不对 应该这个吧 我把这个方法直接复制过来用就可以了 根据用户ID隐藏一个用户 对吧 直接复制 复制到咱们的business里边 直接用 直接在下 是吧 我们再扩展一下 这一边呢 咱们这 update 这不是update的吗 是啊 咱们是个 直是吧 嗯 在这个里边呢 我这个方法其实传的是一个content views 也就是说他改的这个值只传了一个状态的值做修改 但是我这个之前封的参数呢 是没有这个参数的 这应该是少了一个封装 这时候呢 我应该把那个另外一个封装我也给它放进来 我应该是少了一个封装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之前写的这个底 底层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pdate 这个update 我们看到确实是两个这个重载吧 是吧 传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直接传实体类 一个传的是这个content views 我们再来多增加一个函数的重载放到咱们这里边 应该是先前在封装的时候还是少了一个 我们放到这里边 我们放到这里边 update user 少封装了一个就放到这 对吧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错吧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调用应该就对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多这么一个重载呢 主要因为是这样的 像咱们这个user咱们现在目前只是修改了一个状态值 对吧 咱们虽然有封装了直接传实体类这个 但是你可以看到直接传实体类做的这个修改呀 是把它所有的这个值都给修改了一点 咱们就仅仅因为一个状态而把数据库里边所有这个值修改 这是不太好的 另外一个你修改单个值和修改多个值 它在这个性能上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多增加这么一个重载 你只修改它状态就可以了 你不要因为仅仅修改一个状态值 你把它所有的信息 虽然你没改变它 对不对 你也把它修改一遍 这样的话是性能上也不好 所以说我们多这么一个重载 你以后对于单个的修改这种值的话 你只用continent views单个修改它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很好理解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只不过是传了这个 直接传了continent views进去 然后这个我们把它规范一下 把这个给写进去 参数给它弄好 对吧 其他基本上都一样 这个很好理解 这样的话我们隐藏这个方法 先好了吧 先好在这里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我们不物理站出 我们仅仅是隐藏 然后选中的这个 获取它的要修改的这个UZID 就完事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BIN那次封装了之后 底层的那个基本上没有动过 对吧 所以说你做各种这样的 不管是删除啊 还是隐藏啊 什么查 查是否存在这个用户啊 对不对 这些扩展都是基于咱们封装好的 那个 Secure DAL User这个这个类 对不对 所以说那里边封装的方法和代码 比较底层 变化很小 这个主要的业务逻辑变化 都是放到business里边 它就是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组合 是吧 这个之间的分离要搞清楚 你分离的好 这样写出来代码 还比较规范 另外一个容易理解 然后我们继续呃 看继续写的这个删除这种 呃 隐藏了之后 那就是接着判断 它这个真假了 是吧 如果等于真的话 是吧 我们重新再绑定一下数据就可以了 如果假的话 这个假的处理 你给它个提示也行 我这里边反正是暂时没有处理 这可以放到外边 咱们自己看一下 做什么处理好一些 比如说做一个用户的提示 甚至是你写一个日志文件 对不对 就一个种这样出错的情况 我们这里边 如果为真的话 直接把明数据 让客户能够看到这个把明后的 重新生成数据 就知道这个正常了 对吧 然后这个显示一个警告框呢 因为这种 删除与否的警告框 我们这里边是经常常用的 以后其他所有的例子 没有必要用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封装 这时候就又封装了 对不对 你只要发现你经常要用 你就要把它的变化点封装起来 对外提供参数 我呢 在这里边直接也把它给拿出来算 直接考过来 咱们就直接用了 直接考过来用的话 我看那个是放在哪 在这里边 删除 直接我们看这个是放在哪 这个放在base里边 这个应该是跟业务逻辑没啥关系吧 显示的就是两个按钮而已 然后这样的话 你传进来什么title 对吧 包括你的要生成框的这个点击事件 我会自动把你回调回去 对不对 我们直接这个封装到base里边比较合适 我们就直接放到base里边 业务没什么关系 然后这里边封装里边呢 又有一个封装 对不对 因为这里边我们要把它传过来的 这个title的资源文件 在这里边帮它做一个转换 转换成stream 是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考 那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是吧 我们把它直接挪到这个base里边 然后多余的这个注释呢 我们暂时先给它删掉 这个应该就是设置确定按钮 设置取消按钮 直接多余注释 我们应该给它取掉 然后在这里边又多了两个 对吧 是和否 对吧 又要挪过来一个字符块资源了 它这里边呢 用这种字符块资源的方式 虽然是对于这种格际化比较有好处 但是其实用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 它不会自动帮你把资源给引用过来 搞得很麻烦 其实它如果做的比较智能一点的话 最好是你烤的时候 它自动帮你把资源给你引用过来是最合适的 对不对 你也不用来回来回跑这儿烤了 这个应该是相信他们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哦 那个资源我刚才粘错地方了吗 还是包错 还真站错地方 还没有 也 哦 这里边估计又是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这样 对 这样的话我们又封装了一个 类子里边越来越完善了 现在又封装了一个显示 顶道框了这么一个通用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这就不报错了吧 对吧 这样的话删除也有了 然后这个就删掉 删除也有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 这个直接掉就可以了吧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看我们的删除和编辑 点击人员管理 长按我们的菜单 出来了吧 都修改 我们先是修改 李四 我们直接点保存 哦 报了一个错 应该是 这个没事 我们一会调先不管的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删除吧 一会调一下那边修改 哦 这个好像还没替换掉 这个yes no 这个yes no 我们谈的字符是不是不对啊 delete delete message 我们刚才粘的字符 难道不对吗 yes yes 和no 是吧 嗯 我们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yes 是这样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谈的这个提示字符对不对呢 这个取出来的 这个取出来的 这个tattle tattle是对的是吧 我们一会调一下 然后那个错误报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大概看一看是错 哦 应该是这个 什么地方在 应该是cycle的这个 这点有错哦 增加 这user name 状态等于 我们去调一下了 好吧 好 好 我们继续 刚才那两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呃 两个地方 首先那个修改的时候这个报错 是 这里 我们先前写的是and 对不对 这个其实不应该给and 因为我们是按用户id修改 我们在修改的时候呢 直接调了是他这个用户 他这个 数据库里边的update 对吧 传了这个参数里边 咱们只传了uvid 前面就不应该有 呃 条件前面就不应该有and 对吧 呃 同时人家提的这个错误 也是这个错误 也是这个错误 说and附近有错误 咱们一看 well 后面跟了有个and 这明显是不对的 这是一点 到了改了之后 我们这个就能正确修改了 再另外一个 刚才那个yes 和no的那个字符不正常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他这个eclipse里边一个很弱智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否明明在 谢谢大家